我就是希望他可以回來 現在就叫我講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講 然後我問一下他可以回來 他就是一個很 很nice的孩子 那其他同學 風課不會的時候 他會耐心教 加上其實 他很樸實 可能因為家庭環境 還有 但是這孩子本身很努力 尤其是他在 模擬考學校排名的部分 是 非常亮眼的成績 那我覺得 這樣的小孩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 很信誠 尤其是他那麼乖那麼優秀 我覺得這整個教育體制 跟整個政策的改變 我就覺得這孩子是不是 我們以前念書不是這個樣子的啊 為什麼會在學校遇到這種事情 我都覺得我們身為家長在我們那個年代 這個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為什麼我現在上孩子上學 我會覺得 我隨時都要很怕接到老師的電話 孩子有時候 心情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現在回家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他 好像有點凝重 那我們現在身為家長都會覺得 你是在學校被霸凌了 還是怎麼 會多問兩句 那他會常說 會有那種擔憂的感覺 好像我隨時 不小心看著誰一眼 那我會不會跟X的同學一樣 我只是阻止別班的同學進來我們班 那我會不會跟他一樣有發生什麼 不好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環境 可以快樂多數嗎 因為就是很直接就是講說我是什麼什麼會的 然後我大哥是誰誰誰這樣子 然後我會覺得 那 我的小孩子離他們遠一點就好了 我們都知道現在教育是不要標籤話 那可是這樣的小孩子 是不是就 就放在我們正常孩子的身邊 他是不是就是一顆不定磁炸彈 那我可能只要講一句話 就有可能激怒他 他身上隨時可能又拿出一把強反刀來嗎 你為什麼會把這兩個 有 有 需要輔導的孩子 就這樣子 整個就這樣 帶過來我們學校 然後 好像完全沒有任何輔導機制 但是我的孩子們也都不知道說 這兩個同學是有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那我們很會很心疼 全是因為 他就只是講了一句別班的不要進來 這個女生居然有辦法 就去找了他所謂的乾哥哥來 然後就開始這樣血流成河 那現場的小朋友其實都是很驚恐的 我不曉得我們的教育 甚至可以再多花一點心思 在有前科的小孩身上 因為我們知道不應該聽標籤 但是 市長是不是應該要進入輔導 我覺得今天 學在面對這兩個人的時候 是不是會直接 我去叫老師來 會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而不是直接就是告訴女生說 別班的不要進來 我覺得這句話沒有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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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